我是正宗教練 我是正宗教練 馬上講講有哪七招、九招打球的人應該學 第七位是由杰特教練示範 關鍵時刻沒有暫停 應該叫球員過來撞寫自己杯水 趁人家拖你那時再派個座教 少許跟球員講一下怎樣部署 當然NBA有慢鏡看法 會對他這招周後算帳 但用在第三世界的業餘籃球機構 例如香港籃球總會教的比賽 這招不妨一試 第六位 今次由火箭隊完美示範 如何將我的砲台生戰術用在NBA 大家可以看回砲台的效果 密密實實、稍稍稍稍稍 讓射手安心開砲 萬事萬靈 希望我有更多NBA球隊用這套戰術 第五位這招不是教你用 是叫大家提防 例如有些叫JR Smith的狗賊 很喜歡解人鞋帶 當然不會幫你綁回 假如你沒有為意到鞋帶掉了 真的隨時卡到重傷 第四位由美國中學生示範 不想被人解僱太多分可以怎樣做 他們就選擇了幾個人 在天線上罩著那個波到原場 效果不差的 好笑含意 你又把那個波抓你啊 第三位由菲律賓球員 教你一開波在對手半場接到波的時候 應該淡定地轉身用演技 迫到對手以為這個是你的半場 然後領回去他的南框中出海 第二位是巴西拿樹 他重新定義了偷波的概念 因為平時在你面前捕走你的波那些 其實叫做搶 你的全心精力埋伏 定在你身後再出擊的聲叫偷 不得不佩服他有和我不相發動的籃球智慧 第一位 阿提斯 有時候打球的快感未必是來自贏 可能是來自吸引到球場上的他主意 為了他 你可能會嘗試用不同的方法 博取哪怕一陣子的對望 幾句對話 一下的接觸 兩下 甚至會做出一些稍為大膽的行為 為的 只是他記憶中有你的樂印 從阿提斯身上 我們要學的 是那種勇氣和心思 各位加油 做個膽大心勢 敢作敢為的人 最後想說說 是不是有必要用到這麼久的招數 那你要想回大家的氣泡線是否公平 為何有些人體格強你這麼多 有些人的錢和時間很擁護你這麼多 很多話好講天分 我建議你不要想努力不懈可以改變到 只要不要傷害人 不妨想想計去追回天分上的差距 加油